你们俩一人说 一人说 实样 郭老师的缺点 谁说的痛苦我教谁 就怎么解恨 不是 怎么真实 你得说 捧跟捧的不如于老师 就是不会呗 郭老师的头发没有于老师的长 这叫什么缺点 这就是缺点 郭老师血肠没有您高 不是 这说起来很难 要不你们俩就这么下去了 谁也甭学了 郭老师爱吃 就是馋 直接说 我们得需要翻译 我们得解释一下 郭老师爱吃 爱吃 美食价嘛 对 你说起来的 他怕蛤蟆 这是 这算什么缺点 就是缺点 怕蛤蟆当然缺点 挑食 刚说美食价 爱吃 郭老师不会唱摇滚 郭老师还不会唱情歌 对 郭老师大胖 怎么了 大胖怎么了 大胖太短 对 您总结得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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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要都凑一块 我估计现在有个六七个了 我还都给你们算上这个 都是我听着比较痛快的 对 郭老师还懒 算八个吧 算八个了 一个懒算两个 对 就说明郭老师这几个 对 他太懒了 这算四个 够数了 摘一太就行 太懒了 郭老师太爱吃了 你学个什么技能 我差对牛太紧了 剩下都有了 对 那就给他呗 我们就拳活了 我们拳活人了 谢谢 对牛弹琴众多会了吗 对牛弹琴 这就对牛弹琴 然后我们这个技能全学完了以后 不用了 直接加钟了 直接拿一个就行 好 我们现在是三钟了 对三钟 那你们就赶紧呗 我们走了 走走 还有点没说够 那个缺点 对 下楼还有呢 哦 对 好看